政府将扩大乐林综合服务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范围 未来三年 乐林综合服务中心将增加近一倍到220家 这除了有助于年长者更好的原地养老 也缓解老龄化社会对医院和疗养院的负担 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卫生部长王以康清早在社区护理工作计划研讨会上致辞时说 乐林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包括举办活乐林保健活动 提供简单体检以及社区和医疗服务转卸等 每间中心可照顾1000到4000名年长人士 部长指出 尽管政府计划下来10年将疗养院床位 从目前的16200个增加近一倍到31000多个 但这并非长久之际 王以康也说 自今年2月以来有超过4700名疗养院住户确诊冠病后 留在疗养院内接受治疗 如果他们当时全被转送到医院 医疗体系可能不胜负荷 针对本地接下来两个月或将经历新一波冠病疫情 王以康表示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没有接种疫苗和追加剂的年长人士 构成严重健康风险 他透露 本地60岁及以上没有接种首两剂疫苗的年长者 在感染奥密克戎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几率 是每100人中的将近4人 没有接种追加剂的年长病患 几率是每100人当中的1人 接种追加剂的长者 引发重症或死亡的几率 则大幅降低到每1000人当中的3人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